字幕提供 就在10月28號 激動峽谷不論安卓或是iOS系統 都正式在日本、韓國及部分東南亞國家上市 相信比較急性質的大家 可能都載好VPN跨區先去下載來玩了 可能玩家沒有參與到封測 也要在這邊分享一些在封測期間自己有實際去玩 碰到覺得技能和電腦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人都在說激動峽谷可以完全套用英雄聯盟的東西 大部分人是可以這樣說沒錯啦 但因為是手遊的關係 還是有特別做一些技能的改動 來加速手遊上一場遊戲時間的進度 畢竟手遊要是跟電腦版一樣持久 那他就不交手遊了對吧 首先是飛絲的W 擊殺目標也會繼續提供命中的效果 再來就是李欣的W 也改成了飛到指定地點 你就不需要再特地插眼飛還是幹嘛了 有敵方英雄的時候會獲得護盾 第二次使用的時候 下一次普攻會獲得魔法攻擊及吸血的效果 阿妮的Q在電腦版是指定技能 手遊版則改為指向技能 好運姐的Q也是一樣 從指定技能改為指向技能 所以千萬不要被他第二個Q的子彈打到 會非常的痛 再來是大家最常問的狗頭的Q 一半可以疊幾層 電腦版是小怪疊三層 大型野怪或是敵方英雄或是砲車則加12層 手遊版改成小怪加4 大型野怪或是砲車或是敵方英雄加8 感覺就是要農更久了耶 秘密的1技能也有新增為主動技能 開啟1技能的時候會增加55%的攻速3秒 而3秒內攻擊敵方英雄可以偷對方的錢錢喔 分的W也增加了主動技能 也就是被動和主動技能都有 開啟W技的5秒內 三下普攻可以獲得40%的攻速 並且回復60%的W被動技能傷害 最愛的W 新增主動技能 護盾可以吸收60點傷害3秒 然後每層W加10點 滿層後再提供47%的跑速 整個就是大大增加了存活的能力 下輪的R原本只會對單體造成傷害 激動俠谷則改為死該大墊下去 也會對敵方旁邊的英雄造成50%的傷害喔 愛希的Q和R都有改動 愛希的Q不需要點滿也能開啟 可以累積次數 次數用完後需要重新再集一次 R可以操控轉彎 這個有出現在預告的影片裡面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吧 再來就是我覺得最屌的地方 龍女的QWER都有改動 在吃龍的時候會額外有這4個技能的屬性加成 就讓龍女變得很強 基本上絕對不要讓龍女吃到龍啊 首先龍女打龍就有額外增加20%的傷害 再來就是變成龍型態的時候 吃到4個屬性的龍女 所額外增加的屬性 激龍會讓龍型態的Q反速60% 風龍會讓龍型態的W 增加額外的25%跑速 火龍會讓龍型態的E在地上的燒 要改為真實傷害 真是你萌熟了的變態屬性 你出AP龍女的話 地上的春圈也一樣是真實傷害喔 所謂的真實傷害就是 不論你有沒有霧魔防 都是直接打出去的傷害 水龍會讓龍型態的龍女 增加150的血量 水龙會讓龍型態的龍女 增加150的血量 2秒 最多可以疊加到15% 甲克式的Q 不能像店老闆一樣插眼跳了 靈活性大砍一刀 先把它QQ了 但是 你要跳小兵啊 跳野怪 或是跳英雄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以上就是目前43隻角色裡 技能和電腦版不一樣的部分 之後會再有新一波新角色加入 到時候燕鵝當然也會幫大家 測試和整理電腦版不同的部分 看完後有興趣的觀眾 也可以趕快進入峽谷試試看 這些不一樣的地方喔 雖然可能不太習慣 讓我個人覺得習慣後 有些技能比電腦版還好用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使用新的喔 我是燕鵝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噗 請就開始 製作單位 一個竹子 我們再次做我們 你們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